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BestMash不專業開箱 今期就是7月初的特攝動漫玩具情報 最近公司實在太忙太多事要做 連我自己都要加班加到晚上11點多才下班 所以令到剪片時間少了很多,變相令到影片都出慢了 不過大家放心,雖然是慢了一些 但虎原片,還有特攝玩具和雷雷PVC的開箱片 我也有繼續拍片和剪片 只不過真的要麻煩大家給我一點耐性整條片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並且多謝各位師兄的支持 禁房就先說到這裡 我們立即開始這個7月初的特攝動漫玩具情報 我們第一個看的玩具情報是由SHF推出的超人ARK 官方要4,400日元連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213元港幣 通販東西會在今年9月時推出 這個SHF超人ARK的推出都可以說是意料之內 根據過往超人的流程,基本上的套路都是這樣的 7月初推出新超人的劇集,然後在6月或7月的時間 會宣佈這位新超人SHF資料 然後在9月、10月時正式推出 今次的超人ARK也是相同的套路 7月開播,7月初推出SHF消息 亦都會在9月時會派貨 和上一期的Bulisa,甚至上一期的Zetta 套路的流程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今次我們先說一隻超人ARK 我們先不要說太遠 今次的超人ARK的外形設計風格 就是以回歸起點 以一個更加簡約,類似一個超和的外形裝束去設計 你會看到他身上的配色都是以紅銀色為主 當然除了紅銀色之外,他的頸部份亦有用到黑色 頭的樣子亦是一個比較 創新的設計 眼下面有做到一個很深的黑線 這也是超人ARK的其中一個特色 頭一樣有水晶,後面會加上一些藍色線條 也算是一個很生命的設計 不過我一開始看上去的樣子 我都需要一點時間去接受 我自己的個人口味問題 我總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你基本上將他上身遮蓋的話 只看下身,即是腰以下的角度來看 我有一種感覺好像超人迪迦的power type 甚至乎你從腰以下斬起,只看上身 給我一種感覺有點像超人ORB的 佐菲加 佩利亞的狂暴形態 因為都是紅銀色和加上黑色的配色 所以給我一種感覺有點類似 當然,他的造型上始終有些分別 配色上給我一種感覺有點像 說回今次的SHF 這隻SHF除了普通的手型配置之外 亦都會有提供一把劍給你 讓你可以做一個配搭,做一些姿勢 基本上新超人SHF 你都預算配件不算是很多 上一期超人Bulisa的SHF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都有送到一支光芒,即是那把武器 這把劍也好像有 這次的超人ARC 也是一樣的,他那把武器也會負責在裡面 都算是正常上,都是跟傳統系列的配置去推出 內營紅方面 其實都是這樣的 都是基本手型加把劍 價錢方面也是相當便宜 因為通常這些基本形態的 超人SHF 新超人剛剛推出的話 以基本形態來計算的話 多數都是200元左右 差不多這個價位就已經有交易 這次的SHF 超人ARC 也是一樣的 你見他連賣稅 金番匯率轉回港幣 只不過是213元 跟之前推出的Bulisa的 初始形態的定價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一模一樣樣都是200元左右就有交易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 到時買這個也可以 你訂定先也可以 到時或者你充現貨也可以 因為這些新超人剛剛推出的一個形態 很快就會跌價 過多排會跌價 所以你不是說很急玩的話 你都可以試試博一下 等下會不會有跌價的可能性 內容方面也看到 除了能量燈之外 所有交換手也各有五隻 那把劍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 超人配置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 不知道大家看了這套超人ACU 老實說我自己還沒看 網上有些評價 我見有讚也有彈 未去到一面倒的情況 全部都說可或是全部都說差 所以這套作品我都會留意一下 始終今年推出的Sunnider 名字我不太記得 造型真的有點怪 雖然這套超人ACU的造型 我都覺得 需要時間接受的 但是Ladar那邊就真的更痛苦 我不知道Ladar那邊的設計師 欺負了什麼 他的設計真的太怪了 對比之下 我發覺這個超人ACU 比較容易入口 起碼 那個樣子就叫做 Ladar那邊的新Ladar 那邊的新Ladar的造型 看上去真的太怪了 我可能 這些個人口味的問題 我自己還要時間消化一下 對比之下這個超人ACU 其實又沒有什麼 最初我覺得好像有點怪 看到Ladar那邊的新Ladar之後 原來這個超人ACU也挺帥 真的 不知道大家有怎麼看這個超人ACU 看完之後又有什麼感想 有沒有看呢 都歡迎你下面留言 說下你的看法 或者你對新Ladar的造型 又有什麼意見呢 又有什麼看法呢 都歡迎你留言 聊聊聊 我自己個人覺得 今年的新Ladar和新超人 的確是新超人的樣子比較容易入口 新Ladar那邊真是 老實說不是很厲害 看見我的樣子都已經不太想看了 新Ladar那邊 大家留言聊聊聊 這款我應該都會買的 始終新Ladar的SHF 不是新超人 新超人的SHF 怎樣也好 200多元便宜都會買一隻回來玩 玩一下 做一個收藏 到時候等9月的時候出貨 我再跟大家開箱看看這個SHF 什麼水準 因為我看到它 去覆佈這些線條文理 都有做到出來的 看上去以200多元貨幣來說 都算是這樣的 都算是沒有投訴的 除非做得上色太差 如果不是的話 去做到這些線條文理出來 我自己覺得 都算是可以收貨 這款始終是200多元貨幣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留言聊聊 都是那一句 第2個看的玩具情報 就是SHF 超人ARC的 太陽之海 官方定解 要4180日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成港幣 202元 通販東西 會在今年10月 推出 BANDAI是懂得玩的 這次推出了超人ARC 之後 將它的裝甲 刷散來賣 其實BANDAI不是開玩笑 這次的裝甲 老實說 它的價錢也不便宜 剛才的超人 都要4400日元 這個裝甲 都要4180日元 差不多是一隻超人的價錢 隨便看一看 太陽之海 是什麼鳥子 你會看到 裝甲是直接上去的 在手臂、肩膀、胸口和頸 加了裝置 你會看到 手型也會給了一對新的手型 這裏會有一點新的變化 除此之外 下半身就真的沒有太大變化 只是沒有太大變化 主要都是針對在手臂和上空的變化 加了一些盔甲的東西 除此之外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這個任不入手 就看你本身對這個超人Arcru有多少的愛 我上網也有查過這個形態 主要都是玩一個近戰流 提升它的攻擊力和防禦力 主打一個近戰型 簡單來說 我自己理解為是Power Type的狀態 所以如果是會買這個超人Arcru 你可能想玩一些形態變化的東西 你可以想清楚自己是否需要買這個太陽之河 你問我如果真心說一句 我自己一定是覺得有一點點脫水成份 你海鴿都這樣拆散來買 而且它的價格 追得上一隻超人的價錢 真的搞不定 這個 我剛才也跟大家說了 轉回匯率也要202元 如果你問我的話 這件盔甲 其實它應該連同另外一個月資海鴿 應該是一起購買的 他喜歡拆開來購買 還要一件這樣的甲 老實說只有上身有裝甲的東西 都要202元 我個人認為最多給我選擇 我個人覺得 最多是150元 才能給到盡 這個就真的看你對這個超人Arcru有多少的愛 需要不需要幫他穿上甲的東西 如果你打算把兩個裝甲形態都展示出來的話 這個超人Arcru應該就要買兩隻 這個就看你對這個超人Arcru有多少的愛 都是那些基本東西 都是那些部分上去 基本配置 它也不影響 就算你換了這個裝甲之後 一樣隻手都可以拿到一把劍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擔心換了石手之後就拿不到劍武器 這個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Bandai仔是厲害的 可以玩到這樣的地步 我亦都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 喜歡你也買 喜歡這件甲的就買 如果不是太過好 單純要超人本體就夠的話 只買超人就夠了 這些就 封劍遊人 除你自己需要裝甲而去買 這些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看你自己有沒有興趣 接著我們第3個看的就是這個 SHF超人Arcru的月之海 官方定價都是要4180日元年稅 跟回率轉為港幣202元 通販東西來的會在今年11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剛剛說完太陽之海 這次就輪到月之海 這個月之海你會看得出主打是一個藍色的配置 看上去有點像聖鬥士星矢 老實說他的裝甲 給我一種感覺有點像聖衣神話 不知道大家覺得前次 這個月之海就主打一個遠程攻擊的手段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速度型 但我網上查過資料 他也是主打一個遠程攻擊的形態 所以你會看到他手上有一個類似托盤的物體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把弓箭 還是一個護盾 因為我自己還沒看這套劇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亦都是一樣 他的護甲主要都是針對他的上身 你會看到他最大的變化 其實都是在 空甲上 再加上在左手 這次在右手就沒有任何的裝置 沒有任何的護甲 只是針對在左手和胸 這也是跟剛才的太陽之河一樣 看你自己是否需要幫你一個超人Aku 穿衣服 如果你有興趣對這套裝甲 覺得不錯 買回來幫他穿衣服 也沒有什麼 正如我剛才所說 看你自己 對這個超人Aku有多少的愛 始終這些新超人 只是出了一集 相信未來的價錢 也有機會回落 如果你不是太急玩的話 可能等久一點 可能價錢也會下跌 始終我覺得 新超人能解僱的機會 真的不大 同樣 換了裝甲之後 公仔的手也是可以拿到白劍 這裡你會看到其實公仔的手型 沒有剛才的太陽之河的變化 因為剛才和大家看的這個太陽之河 你會看到它的手型簡直是轉了 但是月之河的手型是沒有變化的 一樣可以用白色的手型 所以大家這一點要留意一下 整隻都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 背上多了對翼的物體 看看自己個人喜好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會買這個超人Aku 但是這個裝甲和太陽之河會不會買呢 我自己就會再看清楚一點 因為我覺得未去到很有迫切的需要 還有這些裝甲 老實說 出了這些兩款 就是什麼太陽之河 月之河 接下來一定會越出越多了 Fyloform 應該都走不掉 都是那些什麼海鴿之類的東西 如果你不急玩的話 直接買Fyloform 也可以 看回你自己是否需要草齊這麼多種形態 這麼多種海鴿 這個就除了自己的喜好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 我自己對於這個太陽之河和月之河 暫時再看看 這些擴充包的物體 我不太追求 等便宜再進 也不遲 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這兩套海鴿呢 接著我們第四個看的玩具情報 就是SHF 蒙面超人 Doletta 0 式 官方定解就要9350日元年稅 今番匯率轉為港幣452元 雲限東西 會在今年12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 這個蒙面超人 Doletta 就是出自於蒙面超人 角度裏面的敵翼拉打 老實說 我第一眼看它的造型 完全不像一個拉打 它給我一種感覺 有點像外星生命體 或者牙狼的 type 那一類的 造型 你會看到公仔的頸上 都會攬著一條頸跟 這個頸跟基本上看官圖都看得出 它是一個膠的質料 這個關節在後面 亦可以做多一些活動 可以讓你上下咬 這些亦沒有問題 公仔胸口就是一格格 做到一些橙色的上色 我自己看上去覺得 有點像那些辣骨 一條條 看得多 我都有一種 好像比艾蘭有種好癢的感覺 始終我 算是有一點密集式恐懼 我自己看上去覺得 好像很恐怖 這個造型真的可以稱得上蒙面超人 另外這個拉打亦有分幾個形態 除了我們現在看的這個零色之外 我上網查過資料 亦還有一色、二色、三色和中色 它有幾個形態 這個推出以這個零色形態 SHF的模型推出 配件方面亦有這一把刀 除了刀之外亦有兩把雙槍 入於我自己沒有看過葛珊多所以我自己也不太清楚這位拉打 還會有什麼武裝配置 不過內容方面有把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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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槍都叫 有些東西玩一下 我可以考慮之前推出的SHF蒙面超人葛珊多做一個配搭 這個就視乎你自己個人喜好 這張觀圖是騙人的大家不用理會了 基本上這張觀圖是無法發光的 大家不要看這張觀圖以為有得發光 這張觀圖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張拉打的取向很明顯 看你自己有沒有看過這個蒙面超人葛珊多 或者喜不喜歡這個拉打的角色 我自己沒有看過葛珊多 因為早期葛珊多的評價真是很頑皮 很多師兄 我網上看的也有 或者我跟我聊天的師兄也有 真的看過一兩集就已經頂不住了 先不要說拉打的造型 即是葛珊多的造型 有太多師兄也接受不了主角的仁切 所以真的看過一兩集已經頂不住了 不過最近也有師兄在我的玩具情報留言 說葛珊多好看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提及 對葛珊多這套特攝作品的評價又是怎樣呢 亦都歡迎留下你的意見 這張拉打我自己覺得 看上去都是一個 你也看得出絕非是善慮的拉打 這樣的造型 可以說是一踢之來者不善 如果是本身喜歡這些敵役拉打的話 比較邪惡的拉打的事情可以考慮一下 甚至乎你是喜歡葛珊多這套作品的 那你不用考慮了 你一定訂眼 但對於我個人來說 第一我自己沒有看過葛珊多 第二我本身對這個拉打我又不是太熟 所以我會訂的機會就真的很微 價錢方面452元 也是一個正常的雲限價錢 配件方面有把刀給你有把雙槍給你 那算是中規中矩 是把槍我看上去覺得有點膠 不知道本身在那套 角度裏面的把槍本身是否這樣的造型 但是現在我以觀圖來看 把槍給我的感覺有點像 塑膠槍 我自己覺得看上去就有點奇怪 如果你本身喜歡這套拉打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 或是喜歡葛珊多這套作品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但對於我個人來說 就真的不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葛珊多這套作品又如何評價 因為接下來都出新拉打的 葛珊多也就快埋美會員 想看看大家 推不推薦這套 這套拉打呢 歡迎留下意見 聊聊聊聊天 接下來我們第五個看的玩具情報 就是SHF 超人威醒當中的超人丹 官方定價要8250日元年稅 回收率要換成港幣 三百九十九元 雲限推出 會在二五年一月 出貨 這套作品 我不知怎樣要說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看 這套超人威醒作品 老實說 這套作品 真是主打歐美風 我看見他的風格已經不太適合我 我不批評他的造型是否漂亮 至少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就真的不適合我的口味 我接受不了胸大上闊下宅的設計 至少在我心目中超人不是這樣的造型 當然在某些歐美地區就會比較吃香 據說歐美票房也挺好的 不過對於我個人來說 他真的不適合我的口味 講完這套作品之後 我們也來講一下SHF 這個超人爹當然是出自於超人威性的一個角色 基本上你聽過名字都知道了 定位有點像是超人之父的定位 頭上也有做到一些鬍子的文理 拳那裏也有加了一些特效 工製也主打是一個 算是有少少少上闊下宅的設計 十字四光這些基本都可以做到的 但你看他的腳又到真是 好像真是那些現實 逛街見到那些老人家 人很大健 但他的腳又好死有 看見都怕他腳斷 他這個造型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其實之前出過超人威性的那個超人 我真的不太能接受到他的造型 你當我可能比較守舊 他這個造型真的太過前衛了 可能真的不是我們亞洲人風格 另外這個超人爹的配件也有附贈這個超人威性的死光線 除此之外也可以跟這個超人威性的超人做一個配搭 即是還原劇中的場景 這個超人 根本上彎了一截之後 新高跟這個超人爹才是差不多平排 撞鬼了 企直是否高成大個頭位 先看看剛才的比例 神經病 如果企直的話 基本上已經等於兩個超人爹的新高 所以這個就真的看你本身是否喜歡超人威性這套作品 因為這個 真的未必過我都會接受到 至少我個人來說 以我個人的角度來出發 我已經不太能接受到這套作品 當然我接受不到前提下更加不會買這款SHF 上一款超人威性的超人我都沒有買 所以我對這個超人爹的興趣意欲真的沒什麼 當然不排除有師兄是真的喜歡這套作品 如果你真的有餓的可以考慮一下 這些始終都是個人口味的問題 我自己不喜歡 不代表這麼多師兄都不喜歡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套作品 喜歡這個超人威性的超人 買回來的 Verein often乘!, 其實不錯 因為他的架價都算便宜 以一個雲限的作品來計edo,400元有交易 也有手型也可以跟前出的超人威性的超人 做回聯動和配搭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這種電影版的角色 基本上開手給你放一次之後 都不會再出 如果真的有什麼版本 都不會再特意推出這些角色 所以如果喜歡這套作品的話 就請購買斜珍食 只要先買回來 因為之後你會再買到這系列的作品 應該都很難下的 除非要出續集 否則很難再買這兩位超人 所以如果真的有餓的話 建議你還是先訂了 或者到時買了 就會比較好一點、穩陣一點 對於我個人來說 剛才也說了 興趣不太大,但不太適合我口味 所以這款我自己就通過了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超人歪性 有沒有師兄覺得好看 或者覺得很悶 你也可以在留言留下你的評價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題目 就是DX超人ARC的方塊 New Generation Z1 這一個真是不得了 我猜不到超人ARC已經出現了不久 現在官方立即推出這個新世代的方專版本 怕死大家是不得買的 因為通常這些新世代版本 什麼什麼版本 全部都是在就化完的時候才會推出的 想不到這個新超人剛剛開播 就立即推出這些 New Generation 版本 也挺誇張的 這次New Generation Z1 版本 一共有四位的超人 有大家最熟悉的超人Jero 也有銀河、大地和X 有這四位的超人 基本上按旁邊的按鈕 可以聽到起動音、變身音等的聲效 一些戰鬥的BGM也有收錄在裡面 其實以一個方法來說 內容的配置也算是蠻豐富的 最重要的是跟DX玩具做一個配搭 可以放在劍上聽一些聲效 做一個聯動 基本上每一位超人都有不同的聲效、必殺技和BGM 除了收錄BGM之外 甚至連一些怪獸的聲音也有收錄在裡面 老實說以一個方塊仔來說 內容含量 的確是蠻豐富的 一共有四位超人 看你自己本身有沒有買到DX那把劍 或者變身那些東西 說了這麼多東西 都來講一下價錢 官方定價要7,920日元年稅 今番匯率轉成港幣382元 今年年尾12月的時候會推出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 首先第一 看你自己有沒有買過DX玩具 你一定要把DX玩具聯動一起玩 才可以把功能發揮到最大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沒有想買DX玩具 即是它的劍或者變身器 或者你亦都不想買 你這個方塊要不要買呢 那你真的要想清楚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算看你會不會儲存這些方塊 因為有些師兄可能不喜歡買變身器 但是會儲存他的變身道具 即是可能這些方塊 或者一些 那你本身有這個興趣的話 那你便要買 那你本身沒有DX玩具 那你本身沒有DX玩具 那你不是雜油向 那你會儲存這些道具的話 那你絕對可以過了 那你問我的話呢 我自己個人對於超人的變身器 我會直接等成人版再買 因為DX版 第一 我自己省了很久 第二 因為未來就一定會出成人版 成人版對於我來說 就可以買必買 在必買成人版的前提下 我自己又不想再浪費錢去買DX版 對於我來說DX版的玩具 真的吸引力不太大 所以我對於這個玩具 我自己都是看一看船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會有興趣 想訂的呢 都是那一句 留言聊聊聊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接著我們第七個看的玩具情報 就是這個超人發光扭彈 超人ACU 嘩 真厲害 超人ACU剛剛最近才開播 這些玩具就已經接種而來 不斷地出 出完SHF之後 說這麼快就推出這個超人發光扭彈系列的玩具 老實說 我經常都覺得這個系列已經收皮了 我自己就已經棄了哈姆再買了 所以我懾意識覺得這個系列已經收皮了 想不到這次超人ACU的發光扭彈 說這麼快就推出 這個超人ACU的玩具全高130mm 即是13C 沒有13CM 我撈錯了 想想一下有沒有13CM呢 有有有有有 13CM 我自己都撈了一撈 有13CM那麼高 一樣眼睛和胸口 一樣都可以靠發光燈做到發光的效果 這個系列老實說 不太推薦大家入限了 因為始終這個系列 你看看我之前開箱片 你就知道什麼了 基本上質素真的很差 做工和上色真的不太好 這次超人ACU提供了一對交換手 你可以直接換一個發射光線的手型 你不想要光線手型 直接要一個 起手姿勢也是可以的 老實說 你不如直接出兩隻的工程 那不就更好 你直接這樣要自己替換手型 真的有點濕 而且你那些裝甲形態 你又不出賣 我看死他之後 又會出一個裝甲形態 要你再買過 這個系列真的很節省 所以沒有什麼 真的不要入限 這個系列 先說一下價錢 官方定價 這個真的不得了 就要4500元年稅 金方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217元 就會在下年25年1月 就會推出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剛才我第一次和大家說的 SHF超人ACU的價錢 我和大家回憶一下 剛才我和大家說的SHF超人ACU的價錢 只不過需要4400元年稅 這次這個發光扭彈 矮矮矮矮多 內容方面再加上造工 又差一折 但它的價錢 頂他竟然比SHF更貴 真是神經病 老實說 你這樣的定價 這樣的內容 再這樣的配置 你怎能付得下 所以說性價比的話 千萬不要買這個系列 一定是炒硬車的 是神經病的 價錢比SHF更貴 怎能買得下 你走得發光 這個是特色 但也未至於要貴過SHF的地步 你只是靠發光燈 而且你的光線都很弱 你如果有買過的師兄就知道了 如果你沒有買過的話 你看看我的開箱片 這是你的發光燈 弱到媽媽都不認得 真是很微的 所以我的發光燈是否真的值這麼多錢 我覺得真的不值 老實說 所以這個系列真是很穩定的 所以你不是對這個新超人很有愛的話 真的建議你這個可以省錢 不用買了 我這個 賣開曾經儲存的師兄都忍不住氣限 所以這個不推薦 然後我們下一個提示 就是這個蒙面超人劍的發光卡套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在之前平成20周年沒多久之後 就曾經推出過平成拉打的發光卡套 那時候的發光卡套就是以蒙面超人平成的20位拉打去做一個封面 基本上是被你攝張白辣通進去拍卡的時候 他就會發光的卡套 這次就以蒙面超人劍劍的Ace的卡片 推出這個發光卡套 大家看一看這條片都可以看到 就是當你一拍卡的時候 基本上這張卡套就會開始發光 亦都會出現蒙面的Logo 對應你自己是哪一張卡 有些是街磚 有些是紅心 有些是梅花 對應四張的Ace卡 如果之前是平時用開這些卡套的師兄 雖然都可以轉一轉去玩這個卡套 一共有四款 對應四個花式 我之前也有買過平成20位拉打的卡套 我自己現在是用Kuga的卡套 我自己覺得算是挺好用的 始終拍八達通的時候 你看到他發光 的確是挺有型的 我自己覺得 這次推出這個蒙面超人劍的四張Ace卡 基本上他的尺寸就等於一張八達通卡的尺寸 即是正常的卡的尺寸 如果這張卡不是太大或太小的話 基本上你一張卡片的尺寸就足夠入 可以把你放八達通進去就可以了 在日本那邊他們就是放這些IC卡 我們香港當然是入八達通卡 這個就看你自己對這個蒙面超人劍的Ace卡有沒有興趣 說了這麼多東西都來講一下價錢 先留意一下這個價錢是每一個的 又不是四個一套的價錢 只是一個的價錢 每一個要的費用就要1981元年稅 金翻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95元港幣 在今年9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價錢方面其實就不是很貴的 你計算運費可能203元左右 如果本身你是把八達通想著隨便放的 或隨便放的 如果想玩得好玩一點的話 就買個發光卡套來玩一下 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自己也有一個來玩一下 但如果你本身是好像我那樣 已經有之前那個平成20位拉打的發光卡套的話 看你自己對劍有多少愛 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有那個都已經夠了 不需要特意再去買 所以這個就看你自己對劍的愛是有多少 這個其實都沒有什麼的 主打都是一個發光卡套 買來玩一下又行 不太說追求這些東西 看看算也沒有問題 視乎你自己個人的喜好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看的 都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東西 就是蒙面超人的手提風扇 大家聽我的名字都知道什麼事了 就是蒙面超人推出了這個 移動手提風扇 和大家在深水埗看到的 那些風扇基本上 概念都可以說一模一樣的 內容方面 除了充電線之外 它亦都有提供一條 藍繩給你 讓你藍在頸上用 這把風扇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首先這個風扇 頸位是可以讓你咬的 最多可以讓你咬到110度 直角形這樣吹也沒有問題 根據你自己需要 去咬這個角度 這把風扇一拱有30種 你會看到它每一種 基本上都是對應 那位拉打的名字 你會看到其實在風扇的手柄 已經寫了下去 老實說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的名字 雖然它配色上是用 那位拉打身上的配色 但我個人覺得 它直接印上去 我覺得會更好看 它的標誌就印在風扇上 中間的位置 但我覺得它的手柄位 這裏都需要再印一個 像這個那樣 Kuga的標誌 再加它的名字 打橫印上去 那就會好多了 單純寫個名字上去 這一個就我覺得 有一點點放鬆了 除了這裏是有一個標誌之外 它應該在手柄位置也有一個標誌 但就這樣寫英文名上去 我覺得真的有點太客氣了 平成很多位拉打都有 基本上響鬼 卡普陀 總有一款你會適合的 另外那邊 零一雅有 Saber Rewise 以及Gizu 各個測度 亦都有 那些Logo 亦都在中間位 看你自己需不需要 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大熱天使 走出街 走五分鐘已經飆了 大佬搞不定 看你自己需不需要 一個這麼有特色的風扇 先說一下價錢 官方定價就要4400日元年稅 今回會率轉做港幣 213元 就在今年8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 這個風扇就真的是 看你自己需要 看你那句 看你對拉打有多少的愛 需要一個比較有特色的風扇 但老實說 它這樣掛 跟人的比例對比之下 其實風扇 我覺得 其實都好像弱了一點 當然 如果追求聖亞比的話 老實說你去深水埗買 三多四十多元 都一個風扇 吹到你瘋了 所以你不是特別 買來收集紀念用的話 其實這個風扇 我個人覺得 那個作用 我個人覺得是收藏大過用 收藏性的價值比較高 所以我想你買回來 你都不會用它 大概都是收藏用的 如果你要風扇仔 不是你真的拿出街撞爛了 你的人都心痛 是不是 你直接在深水埗買 二十多三十多元的風扇仔 都吹到你瘋了 都已經夠你玩了 你掉爛了也不心痛 那些風扇仔 是不是 所以你問我個人來說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收藏性 會比較大一點 看大家自己怎麼看 需要不需要一個風扇仔 使你到過這麼嚴熱的夏季 這個視乎自己個人喜好 我自己個人覺得 二百多元買個風扇仔 我就不了不了 不知大家又怎麼看 跟著我們今期最後看的玩具情報 就是這個黏土人 雅童木 官方定價就要6100元年稅 金花匯率轉為港幣 即295元 就會在下年25年一月 就會推出 黏土人這個系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聽開聽習慣 今次推出這個雅童木 雅童木這個角色 真的小時候我聽過這個名字 是一套 相當之有歷史的一套動漫作品 這個角色大家都以熟能詳 今次以黏土人的公仔推出 配件方面 你會看到 腳底這裡可以做到一個火箭的配件 讓你還原到他在飛的動作 除此之外 有些特殊手型、紫著手型、怕醜的樣子 甚至乎一個哭的樣子 亦都有提供的 內容配件方面 主打一個火箭和一個表情向 除此之外 就沒有其他比較特別的配件 這個真是主打一個情懷 始終雅童木都是大家不少很多人的一個童年的一個 角色 所以對阿童木有不少師兄應該都對這個角色情有獨鍾 如果本身你小時候都是看阿童木長大的話 這次難得推出這個黏土人 我個人覺得如果你真的小時候看過他 亦都很喜歡這個角色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買這個黏土人回來作一個紀念 因為黏土人始終的價格比較便宜 295元就有交易 計算運費Kirikara的東西 大概你約320-330元左右就已經有交易 買回了一個擺設、收藏、紀念用的話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你說是否有很多東西玩的 也未至於的 但是他也有不少的經典還原 你說好像火箭一樣 飛起就能做到 止住、害羞、哭 哭的一些表情 亦都還原得幾道位 所以如果是阿童木粉絲的話 絕對不要錯過了 300多元你當買一個紀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如果是喜歡阿童木粉絲的師兄 可以考慮一下這隻黏土人阿童木 這次七月頭的特攝動蠻玩具情報大致上來到這裡 雖然月頭沒有太大震撼的消息 基本上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但當中也和大家分享了不少一些比較有趣新奇的東西 例如剛才說到那個蒙面超人的手提風扇 雖然大家會否買就應該比較少會走去買 但也是一個挺有趣的商品 看一看都無妨 搞笑 用來笑一下都可以 不知道大家看了幾樣又有哪一樣會訂 那未來的新超人阿童的SHF 大家又有興趣會訂或買呢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最後也特別感謝大力支持我的頻道會員 喜歡這條影片的也不妨訂閱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